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厨子 蹄筋是大家都爱吃的一种食物 今天 厨子提依分享一道酸辣蹄筋 也叫酸菜蹄筋 希望大家喜欢 高压锅中加入清水 葱姐 姜片 八果 花椒 料酒 再将蹄筋放入锅中 让25分钟左右几口捞出来 你干水一份后 再盖刀切成小块备用 酸菜用清水冲洗一下 再盖刀成块 刨圆椒一份为二备用 放在里面 下� trava筋 下饰量油 烧水 下姜 蒜末 炒香 下皮鲜豆瓣炒出红油 倒入泡酸菜 泡姜 炒椒 焯出香味 倒入备好的蹄筋继续翻炒 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盐、糖、胡椒粉、鸡精、生抽、料酒和搅拌均匀 大火烧至汤汁粘畅食加入盐、花椒油 搅拌均匀后搅拌 再加入葱端 香菜端 翻炒均匀 几颗装盘称出 称材离绝 提前必须用高压锅压上25分钟 否则无法打到 软锣又人筋 称出必须最后方 可以增轩并提升口感 远创不移 令你关注是处置创作的动力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处置所采 你可分享美食与竹菜心得的地方 我是处置 期待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